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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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动机停止 再按下反向启动按钮 电动机反向运行 再按下停止按钮 电动机停止 试门子 HNI 触摸屏的相关知识 一 试门子 HNI 触摸屏的类型 试门子 HNI 触摸屏人机交互界面的简称 一 操作员面板 OP177 二 触摸面板 TB177 三 多功能面板 MP2277 一 四 精解面板 4 串 6 串面板 KTP400 KTP900 五 精致面板 KP900 TP900 HNI 人机界面设备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主要作用 一 显示 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信息集中动态的显示在画面和图表中 二 操作和监控 通过画面上的按钮 开关 数据 输入 输出域 图形视图等 三 操控机器的启动停止 为机器配置和修改工艺参数等 三 报警功能 例如冷却水温不得高于某值 当超温时将触发自动报警系统 四 记录归档功能 打印报表 五 配方管理 可以将众多产品的工艺参数 一次性全部存储在 HNI 设备中 根据当前生产计划订单 随时调出装载到 PLC 进行生产 六 处理视频信号 八 现场实时监控 七 网络化 实现远程诊断 远程维护 四门子 HNI 触摸屏的接线端子 TP 900 精致面板 触摸屏 9 吋 1600万射触摸屏 LED 背光 16 比9 宽屏显示 12兆B 用户内存 在实际应用中 有两种连接方法 如果是多台设备 建议采用 通过极限器来连接 PC PLC 与触摸屏 TP 900 这种连接方法 要实现 PLC 加触摸屏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必须要完成下面的步骤 一 建立 PLC 加触摸屏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项目 二 添加硬件设备 PLC 和触摸屏 三 建立 PLC 与 HNI 的网络连接 四 添加 PLC 变量 及编写 PLC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程序 五 主台触摸屏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的画面 六 下载程序和调试 一台触摸屏 HNI 可以同时与多台 PLC 通讯 用 PLC 的名称来区别是哪一台 PLC 的变量 三 把 HNI 变量表中 访问模式修改为绝对访问 三 实际设备的下载与调试 三 把 PLC 的项目下载到实际的 PLC 把 HNI 的项目下载到实际的 HNI 把 PLC 与 HNI 用网线连接好就可以操作了 直层仿真 直层仿真 就是模仿 PLC 与 HNI 通讯数据交换 打开电脑控制面板 打开设置 PC 机口 再为使用的机口分配参数 P 选 PLC HIN TCP IP .1 再应用访问 在应用访问 在应用访问 B 选中项目数中 HNI 杠一项目 打开开始仿真 下载 HNI 的项目到仿真 HNI 这节课主要介绍了触摸屏 HNI 的基本知识 下节课介绍 PLC 加 HNI 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设计 这 你们